中美贸战在即中共内部分裂,北京三大误判低估川普,7月6日中美互征关税大线,在即有多名中共官员匿名在美媒发声,质疑高层一直低估美国的开战,决心存在重大误判法媒认为中共对川普个人,美国政界以及美国民意等三方面,做出了低估误判,才导致了如今深陷贸易战泥潭,而进退为古德局。 美国经济学家谢田表示,川普近期的一系列举措重塑了国际贸易秩序,打破中共在华盛顿的人脉,彭博社日前引述一些不具名的中共官员对高层的应对策略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在中美长期对抗上,北京之前做出重大误判网上流传的文章指出, 北京领导层低估华盛顿的反共情绪,导致中共可能面临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过早对决的风险。 其中安信证券首席经济专家高煞文的文章,称,中共官员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战,似乎并没有思想准备, 而美国方面对抗中共,正成为美国公众及执政党的共识。 报道指高煞文的文章引起了重要官员的重视,有匿名官员透露, 文章上周一度在身处贸易争端前沿的商务部官员中间传言另外, 其他一些官员上周一向彭博社表达了对高层策略的怀疑态度。 一名财政部官员指出,关于美国要与中共长期对抗的问题,北京此前做出了重大误判。 港媒近日文章更是指出,中共在三个方面的误判,北京三大误判。 低估美国香港经济日报,日前发文称,当初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中共在三个方面的误判是导致今天北京深陷贸易战一处急发困局, 而难以自拔的重要原因,北京的误判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其一低估了川普维护美国利益的意志。 中方过去以为像川普这样的商人总统,给他点甜头和面子, 在实施与他和他的家人发展一点私人关系等环柔政策, 就可让他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对中方手软。 但北京显然低估了川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决心,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意志。 其二低估了美国政界的团结中共,以为民主和共和两党互相牵制。 白宫与国会之间互相决利,可以让中共有机可乘。 但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政界却含有的出现民主和共和党一致枪口。 对外,共同推动制衡中共的贸易战。 美国政界表现出如此强劲的气场,这是北京始料未及的其三,低估了美国民意。 对奉行美国优先的川普总统的支持中共以为,在贸易冲突中打击共和党的票仓,可以挑动美国农起迁怒于川普。 不料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国家利益前面,对政府表现出的信任和支持,显然超出了中共的想象。 根据最新盖洛普民调结果,近几个月共和党选民对总统川普特朗普的支持度继续飙升高达90%。 谢田,川普重塑国际贸易秩序,打破中共在华盛顿的人脉美国经济学家谢田表示,围绕着减低美国贸易逆差,平衡贸易,调整结构的中美大战。 虽然川普的政策工具不多大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工具都非常有效,不管是课征关税,301调查,投资审查,还是高科技限制都直指中共此学。 一键封喉让中共权无招架之力谢田指出,川普是中共在美国政商各界的拉拢,收买,控制以及中共的工商业统一战线宣告破灭,全军覆没。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展开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时,希望能给中美贸易战降温。 但福布斯仁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纪瑞达 Kenny Jarrett的观点表示,中共在华盛顿没朋友了商界,不再替中国说好话。 中共在美多年惨淡经营,一夜之间几乎灰飞烟灭。 中共外交部和驻美机构估计会大量换血。 川普开始了重塑国际贸易新秩序的过程,美中贸易战全世界都在看,美国取胜后,欧盟和日本会紧随其后,原本在国际化旗帜下的多边,大一统的贸易框架会土崩瓦解双边。 根据贸易双方国家特性的灵活贸易政策,汇取而代之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